零二幾分鐘 大家好,我是鳳魔鬼 以下這件事是鳳魔鬼的親身經歷 事件發生在十幾年前 當時,鳳魔鬼是從事物業管理的工作 在某日的中午,鳳魔鬼當席的地點 有個女生自殺,墮樓身亡 而在墮樓的過程 女死者不知遇到什麼地方 導致她的人頭和身體分開了 當相關職員接報到場的時候 他們只是發現死者的身體 而她的頭部就無影無蹤 後來,警方又接報到場為風 還進行了地毯式的搜索 可惜他們搜索了幾個小時 都沒有發現死者的頭部 而去到夜晚,鳳魔鬼去到現場接間 當我走進去後巷的時候 是沒有任何發現 到後來,有職員提議莊香拜一拜 結果當我們裝完香之後 就在最當眼的位置 我們每個人都經過各個地方 發現到女死者的人頭 既然在進行搜索的過程 已經將後巷一些雜物清除了 而且,當人頭出現的時候 附近都沒有任何雜物 可以說環境是一目了然 如果說是有個別的職員看漏了眼 可以解釋他們疏忽 但是參與搜索的人 或者是留守現場協助調查的 來來回回都不止二三十人 假如說他們集體疏忽 通通都看不到死者的人頭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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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信還是不信啊?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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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馮波鬼 下集的零二幾分鐘 再和大家見面